我们这边问一下周应均老师 哪些守面相的人 最喜欢帮助别人照顾朋友 就是那个心胸开朗 宽容大度的人 到底是长怎么样 这个叫硬糖饱满开阔 硬糖在哪里呢 就是两媒之间我们称为硬糖 通常这个地方开阔的人 他心胸都会比较开朗 而且比较空慨 就是什么事情 他不会计较 不会爱以人计较 如果说跟他做朋友会非常好 朋友有难有困难 他一定是帮到底 他反正就是很愿意 帮忙他的朋友 所以跟他做朋友 会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是他愿意帮助朋友的人 另外一种人 这个叫做胸轻潇洒 热善好失 这种人就是耳朵的轮廓分明 你知道耳朵不凸 通常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像这种人 他也是很 就是他在那个 我们讲在社会上 其实都一般的大众 他都会对人家非常的好 走到哪里 他都是愿意去帮助人家 虽然他不见得 他的那个我们讲经济各方面 非常的很阔绰 但是问题是 他是愿意去帮助人家 他只要行有疑力 他愿意去做志工 做义工 到处的去帮助人家 有人有困难的话 他甚至去仿事一些 比较贫苦的人家 他都愿意去帮一些 那个叫孤独老人 去帮这些人 他都愿意 所以也是属于很可以帮助人家的 很爱帮助别人的手面相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胸怀宽广 虎为记困 像这种人 他是鼻梁很正 鼻梁正的人 他其实是很正直 那再来他有一个就是 鼻头饱满又有肉 那像这样子的人 通常他其实是很会赚钱 而且又很有钱 这个就是看他的鼻头 正财也好 这个我们讲说财库也饱满 但是他的鼻梁正 这种人很正直 所以走到哪里 他很会赚钱 他财 财印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问题是 只要社会上有任何的困难 他都跳出来 就是出钱出力的也都是会他 因为他愿意把他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把那个资源 他会回馈所有的社会上的人 所以是属于就是 愿意只要有有什么 哪里有困难 他都是投入很大的心力 或是说投入很大的金钱 他就是会拿出很多钱 所以属于是胡为济困的人 就是说社会上他愿意帮助社会的人 他就是起之社会 用之社会 什么事情他都会愿意去帮助人的 他是一个帮助大众的人 他愿意把钱拿出来 那因为他鼻震的关系 而且鼻梁 他越会赚钱 就是拿钱拿出越多 他越会更赚成 赚钱更赚得更多 所以是这个都是属于最喜欢帮助别人的手边下 我已经开始用这个帮助别人的手速费